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鑑於香港的疫情嚴峻 確診的個案陸續在不同的地區 又或者是不同的行業裏錄得到 現在特區政府說即使到年初四 上班後 很多防疫措施收緊後未必能放寬 不單止這樣 會繼續收緊 特區政府有一個叫做疫苗氣泡的計劃 所以疫苗氣泡的意思是 無論是在不同的地方 又或者是不同的工作崗位 你都需要打針才可以做 現在就宣布了 公務員 路律續收到電郵 就說什麼呢 就由下個月十六號開始 二十六號開始 所有政府僱員都要接種最少一劑疫苗 才能夠獲准進入政府的大樓和工作的地方 打一劑 打一劑有屁容嗎 現在說了Omicron 打兩劑也沒用 要打到三劑 如果一劑是科興 你就死定了 這個是不是很門面的事情 你覺得是不是 是這樣的 除了你是懷孕 或者是有醫生證明你是不適宜接種 然後才下得豁免 這類僱員就會發一種叫做特別通行證 如果沒有符合要求 就會被他進入你的辦公室 不單止這樣 你的門卡都會失效 如果你強行闖進去 你就視為刑事罪去抓你 不過 如果你的門卡失效 你沒有辦法進入辦公室 因為你沒有打針的話 就視為抗工處理 會受到紀律的處分 這個就是公務員事務局發出的指引來的 就要求政府公務員向所屬部門交代自己接種疫苗的情況 包括已經打了多少劑 如果有聲音證明不適宜打的話 就要交代證明的有效期 部門就會將這個相關紀錄更新你的門卡 你只是用電腦 如果你說我有打 那就讓你進去吧 如果你說我還沒打 那就對不起了 16日之後你就無法上班了 不符合豁免 門卡就失效 如果拒絕交代接種情況 都同樣被視為不服從部門指令 面臨紀律處分 現在就說打了疫苗的公務員 已經去到九成八了 已經是非常之聽話的 如果受影響的人 就大概2%左右 就4000人是未打的 如果你說叫鼓勵僱員接種疫苗 就收緊不少措施了 譬如說一直收緊 如果你沒有打針的話 你就要三天要做一次自肺的核酸檢測 現在就不行了 三天檢測一次都不行 一定要打針 不打針你就進不去 除非你是得到醫生的證明 又或者你是大肚 這個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這個公務員事務 這個公務員工會 聯合會總幹事 梁曹廷說 已經是15日開始 就要講到明 下個月10日開始 就要交出辦公室的門卡 如果你沒有打針的話 以便部門更新門卡 以識別同事是否符合要求 疫苗氣泡的實施 是發送給部門的主管 牽涉到具體技術實施 由部門下達 所以每個部門的做法是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公務員 然後呢 教育局又發工了 教育局也宣布了 由下個月24日開始 即是公務員 大概不夠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左右 所有幼稚園和中學 所有幼稚園和中學 包括特殊學校 包括非本地課程的學校 或者是非正規課程的私校 補習學校都是計算在內的 教學人員和非教學人員 即是說你是教員室的 辦公室的書記等等 教學人員和非教學人員 在校園裏面提供服務的人 比如校工那些 還有到訪者 到訪者包括什麼呢 你進去做維修那些 譬如膳食那些 送貨那些 到訪者 都要出事 已接種了第一劑疫苗的紀錄 才能入學 所有未打針的話 顧員 聽著 你未打針的話 你功都沒得做 任何情況下 都不會獲准在非暫停 非暫停受課的課堂期間 進行任何線上 或者校外教學或者其他工作 意思是 如果你是 可以 在那段期間可以入學校 去面對面授的教書 如果你沒有打針的話 你用這個sume 在校外進行教書都不行 換句話來說 你的工作就會沒有了 這個疫苗氣泡是不適合學生 學生是沒有強迫的 如果 還有 繼續 如果你在 打了一針疫苗的話 直接僱用的教學和非教學人員 只是打了一針疫苗 麻煩你 二十 二十 二十四號起 八個禮拜裏 四十二十四號之前 要打夠兩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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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一樣 強迫進行 如果不是 分工不能做 這個疫苗氣泡 現在用袁國勇的說法 不打針 不能上班 暫時來說 不是不能上學 是不能上班 問題的關鍵是 什麼呢 兩劑夠不夠 如果是英國的例子 大家鼓勵接種第三劑 或者叫加強劑 因為已經發現到 即使你是打 Beyond Tech 或者是 俄津瓦斯利康 也好 打完兩劑之後 若干個月 抗體跌得很快 雖然未到零 打完兩劑 科興 科學證明了 很快就跌到零 是不是繼續 要有人打第三劑 即是說 這個所謂疫苗氣泡 是沒有用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打完是沒有用的 因為Omicron 是 這個變種病毒 打完兩劑之後 一樣會令人受到感染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一樣會令人受到感染 有些聽眾留言 一直都不肯打疫苗 我一直強調 我做這麼多次影片 我每一次都會強調一次 我是鼓勵別人打疫苗 鼓勵別人打疫苗 我是反對強迫打疫苗 鼓勵別人打疫苗 你可以理性地勸喻他 或是動諸情說主義而理 他最後是不肯打 他基於不同的理由 譬如在英國 實行一個制度 現在就說 所有的醫護人員 都要強迫打疫苗 原來有些醫護人員 是怎樣都不肯打疫苗 是佔少數 英國這個社會 你要服從多數之外 一定要尊重少數 他說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在醫學上證明 可以防止感染 也防止傳播 為什麼你不容許我用 怎麼都會有個別的例子的人 是不肯打疫苗的 現在是告訴你 現在在香港 你不打 你做不到公務員 你做不到公務員 時卡都會換 怎麼回事 更新了兩種時卡 然後發現你沒有打疫苗 所以就不讓你進去 然後老師 教學人員 學校裡面的教學人員 就是老師 教職員 然後到職員 非老師 非教學人員 然後說進去學校的人 全部都要最少打一劑疫苗 這個就是強迫 你不打 工作都不能做 沒有第二個選項 沒有三天檢查一次 為什麼不可以每幾天檢查一次呢 是不是 醫護人員說我幾天檢查一次 我證明我沒有那麼忙 可以上班 為什麼不可以呢 這個是在英國還在爭拗 有一個我看他一個 BBC的新聞片 就說阿賈偉德 就是這個衛生大臣去醫院 就跟醫護人員談 其中一個醫護人員很冷靜 英國人很少在公開場合 吵架 沒見過 很冷靜 就跟阿賈偉德說 我沒有打贏 我不打 因為我 不同的原因 我不打 你要尊重我這個選擇 阿賈偉德 也很客氣 聽他的意見 結果是怎樣 現在 是不是100%強迫 不打就沒有工作呢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好了 可能你就說 喂 以大局為眾 你做公務員會接觸市民 你做這個 老師會接觸學生 現在不單止 進去學校那些全部都要打 如果進去學校那些 包括送貨那些 包括做維修那些 他真的不適合打的 即是說 或者他不想打的 不敢打的 不願意打的 你都要逼他打 這個合不合理呢 好了 現在最新個個案 染病的個案是這樣的 有一個26歲的女教師 26歲 懷疑他進入了美孚站之後 跟一個巴基斯坦裔的女人的兒子 在隧道裏面相遇而染疫 衛生鴻中心張竹軍醫生說 早前 竹高溫檢疫中心的保安檢疫 是證明了 即使戴口罩都可能會產生空氣傳播 這個女教師是怎樣 就住在美孚新村第三期 在則如沖 英王道學資源幼稚園任教 基因分析發言 病毒和巴基斯坦婦女百分之百相似 大家在什麼情況下會碰到呢 百分之百 因為他在油麻地海景斯麗酒店檢疫 43歲的巴基斯坦裔的婦女 總共染了十個親友 好了 他說這三個人都有戴口罩 在隧道裏面 追蹤發現沒有密切接觸 女教師在1月14日坐地鐵上班 曾經從兩個患者 在同時間出入 然後相差是大概九秒鐘 三個人在隧道裏面 相遇時傳染 三個人都有正確配戴口罩 一上一落 沒有聊天 沒有密切接觸 那些記者就問 閉路電視沒有清楚記錄相遇的時間 只是曾記錄在出入口的情況 大概相差九秒 好了 如果這個個案是真的 戴著口罩 相差九秒 都有機會傳染到 我就要問 如果你說 做公務員全部要打針 做教師 教職員全部要打針 乘地鐵 是不是都要全部要打針 那麼容易傳染到 那麼容易傳染到 戴著口罩相差九秒都要傳染到 如果你沒有打針 沒有針 是不是不讓你坐地鐵 如果用這個邏輯的話 是否要拿著檢查的針 才能進入地鐵 但是大家要記住 說句話 那一句是否都會傳染到 Omicon 這一個變種病毒 即使打了針 也有機會傳播給人 打針也一樣會 不過你是輕症 這樣的情況下 是否整個地鐵 都要封鎖 我沒有乘搭香港地鐵很久 我相信 我乘搭的時候 無論是早上 以前很早回去這個網台 開麥克風 又或者是 下班繁忙時間等等 都是很逼人的 我很早上6點多已經很逼人 我戴著口罩 面向這個 長壁 不會跟人面對面這樣接觸 我回答要整個小時 驗到的機會很大 如果用9秒的時間 相遇已經驗到 是不是要 跟老師和公務員一樣 一定要打針才讓你乘地鐵 打針才讓你乘地鐵 打針才讓你乘巴士 打針才讓你去銅鑼灣旺角的地區 這麼多人 9秒鐘 同樣的邏輯 這種 追蹤法 清零法 就會令到 傳染的 情況 一定是會有的 因為Omicron是很容易 很容易感染到的 如果每一次都如臨大地的話 很多地方 不單要清零了 連人都要清零了 你避得多久呢 我都想不到 你避得多久 如果確定到Omicron 如果你打針是輕症的話 需要用這麼如臨大地的方法 去處理呢 不過我也說過了 香港沒有自主 在這個抗疫的問題上 是要跟逐大陸的 大陸要清零的 大陸是用戰時的辦法去處理 大陸要封城封區 大陸要百分之百追蹤你的源頭 很快來實名 這個健康碼 安心出行 很快 因為他覺得用這個方法 控制人民 追蹤人民 所有的一舉一動 他的行蹤 才能夠清零 為什麼他不做 香港人很可能都接受 安全起見 我說的香港人 就不是 所有香港人當然都會有人 不滿意都會有人抵制 但是可以抵制得多久呢 可以不滿意得多久呢 有些網友就在我那個 YouTube留言 他說 打了兩針 或者打了三針都會染 然後沒有這個症狀 傳染出去就更加糟了 不過這樣 這個說法是否完全沒有道理呢 我又不能說 百分之下說是沒有道理 不過有個問題 就是 你不打針 你會有症狀會死的 有機會 不是百分之百 那你怎麼選擇呢 你自己做選擇 是不是 不打針 染到的話 是有機會會出事 現在說九秒都會 染到 那怎麼辦呢 就是 我不知道特區政府或者大陸政府 在這個 Omicron 那麼傳染性那麼高的情況下 還是用這種方法 去 令到人 每天都生活在一個惶恐 其實是否要想清楚 這種清零的方法 可以清到什麼時候呢 特區政府的官員都說 為什麼香港人 不肯打針 我記得有一次 聶德權 發了一副氣 林鄭發了一副氣 那種疫苗跟外國一樣的 你不相信特區政府也好 那種疫苗也要相信 是不是 那我就覺得 說完出來我都會笑 那為什麼 大家的疫苗一樣 在英國的人 就這麼踴躍打針 在香港的人就不想打針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簡單地說 第一個原因就是 香港的疫症沒有 英國那麼厲害 所以香港就不害怕 不打字 看定些先 接著疫苗有副作用 第二個原因就是 就是不信你 特區政府 就是那種疫反心理 你越叫我做我就越不做 就是這樣 那到今天 你這麼多的限制 什麼疫苗氣泡 那香港人 可以怎樣 本來我就想著 不打的 你現在要逼我打 那就打了 不是因為怕 染病而打 而是怕沒有了份工而打 那種怨氣在心裏面 那種怨氣 你逼他 他做的 但是是否等於做了之後 他就 調氣好順呢 好了不打也不能上班 大家自己考慮了 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平常 支持我心情有快樂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